一派胡言 我孤元朝驰骋商场几十年 向来光明磊落 我会做那种事吗 你会已经报出了视频 据说这次的事件 是您故事集团的成员所为 快走 你会接受采访了 开道歉的人不应该是你 你我都知道 驿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技术漏洞 开道歉的人 是在背后不怀好意的人 我问你安心哪 你觉得 我还会给你在 上海的这机会吗 你说什么醉话呢 你还不明白吗 给你我最后的自我 回忆如大雨 庞陀未曾走过 又怎会痛得 下雨天 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